你不要一直故意擠好不好 誰要故意擠你啊 欸 擠快那個轉接頭咧 換一去 喔 看到了啦 剛剛沒看到 不要再擠我了 到底誰在擠誰 大家好 歡迎回到HELP Channel 如果你們有看我們第一集影片的話 就會看到我們有提出這一箱奇怪的東西 在名稱社區裡面走來走去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開箱這一箱東西 就是QLOG2的時鐘 沒錯 那我們一開始呢 是在網路上看到QLOG2的文章 那時候看到就覺得 哇 很特別 它很不像是一個時鐘 像是一個藝術品 於是呢 我們就上網搜尋 那時候就看到QLOG2在台灣的粉絲專頁 就是他們有歲末初清的活動 他們初清他們現場的那個展示品 所以那時候我們到台北的時候 我們就到現場去看 看了看我們就很喜歡 然後價錢也是我們可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買回家了 為什麼會說它不只是一個時鐘 而是一個藝術品呢 因為它得過非常多的知名設計獎項 包含紅點的設計大獎 還有IF產品設計大獎 Good Design的優良設計大獎 室內創新設計大獎 還有ADC的歐洲金獎等等 就是南瓜的非常多知名的大型的獎項 那它這個QLOG2時鐘 它的那個尺寸有分成四種 第一種是13.5x13.5的 就是你可能放在你床頭啊 或者是你辦公桌上面的 就是時鐘的差不多是那個尺寸 然後它同時有鬧鈴的功能 所以它的名稱是叫QLOG2 Touch 就是你按一下 然後它就可以關閉鬧鈴 再來往上呢 是45x45公分的 就是我們所購買的這個尺寸 是QLOG2 Classic 那它在往上呢 有90x90的 就叫QLOG2 Large 最大的呢 它有180x180的 那它的名稱就叫QLOG2 180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打開來給大家看一看吧 打開之後呢 它裡面就是會先有一張這個 那這個就會是你所選擇的語言 我們選擇的是英文的 另外還有20幾種語言 可能可以供選擇喔 大概我們在現場也還有看到 德文啊、俄文啊 甚至還有阿拉伯文的 然後日文跟中文也都有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看一下有哪幾種語言可以選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海綿保護 打開就是 時鐘本體 那我們選的是金剛的材質 它細看還有一點就是 法斯文的感覺 所以我們那時候到現場一看到這個 就非常喜歡 除了金剛以外 還有非常多的中面的這個材質可以選擇 最普通的是壓克力版本的 壓克力就是有點透明的 然後它有紅色阿、綠色、黃色、黑色等等 非常多顏色可以選擇 然後特別款的話還有金箔阿、甚至是銹石的鋼鐵的版本 還有一些藝術家創作的特殊款等等 非常多的樣式可以選擇 那時鐘的下面 就會是它其他相關的配件 那我們一一來 來開箱給大家看 OK那我們現在馬上來介紹一下Q-Log2的配件吧 裡面可以看到有一雙手套 這種手套呢就是 讓你在拆卸這個時鐘表面的時候 可以做使用的 因為時鐘的表面其實是非常薄的一片 那周圍可能比較鋒利 戴起手套就可以保護你自己的雙手 但是這個手套呢 它有一個致命性的缺點 就是它有點過短 所以你就算戴了手套你保護好的手 我的手臂還是馬上就被割破了 Q-Log2的陳列方式分為兩種 第一種呢是利用這個白色的底座 它可以直接鎖在牆面上 這四個點先把它鎖好之後呢 再用它附的這個螺絲 鎖在時鐘的後面 然後直接插在這邊固定就可以了 第二種陳列方式是用這個壓克力底座 平放在桌面上或是檯面上 再把時鐘直接放到上面去 這樣子就可以了 Q-Log2的供電方式是用USB來做供電 它有附這個原廠的轉接座 你只要把USB線直接插上去 然後另外一邊的插頭直接接在 Q-Log2的後面就可以了 它很貼心的還附贈了另外一個更長的線 讓你在插頭比較遠的時候還是可以做供電 那除了這種供電方式之外呢 它還有利用電夾做供電的方式 如果你真的都沒有插座的話 你甚至還可以用電夾直接對Q-Log2做供電 那介紹完Q-Log2的配件 我們就馬上來介紹它怎麼樣去調整時間吧 這個就是我們在Q-Log2選購的時鐘 我們選的是金剛材質 那它細看有點像法師文 我們覺得這個是最耐看的 那它的設計是縱向有10個字母 橫向呢有11個 所以它是由110個文字所組成 而且這每一個文字都是鏤空的設計 這邊我們先簡單跟大家介紹它時間顯示的方式 以及我們是如何調整的 首先先插上電源 插上去之後LED燈它就會先全亮 之後它會先顯示12點 那第四顆按鈕呢 它是調整小時的 1點 2點 3點 4點 再來第三顆 它以每5分鐘為單位 所以這邊就是4點5分 4點10分 4點15 4點20 25 4點半 那再來就會是4點35嘛 不過因為我現在是調整的模式 所以它時間不會自動進位 剛講的4點35正常的顯示方式 應該是在25分鐘到5點 所以它現在是4點35 然後在20分到5點 所以是4點40分 再來第二顆按鈕呢 是調整每1分鐘 每1分鐘呢 它顯示的地方是在周圍 這4個點 這邊 所以剛剛這邊是4點40嘛 我多按了1分鐘 也就是說我時間多了1分鐘 那它就會是在19分到5點 它就會是4點41分 再來第一顆按鈕呢 是調整亮度的 這邊 這個是最亮的 它可以調4段亮度 OK 那今天QR2的開箱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樣子的時間呈現方式 我們原本以為時間呈現方式 就是可能像電子錶那樣子的呈現 或者是傳統的時針秒針方式去呈現 我們覺得QR2這種呈現方式是 突破了舊有的框架 也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甚至我們新家都還沒有完工 我們就在客廳留了一個 專屬於它的位置 沒錯 那之後 有其他我們喜歡的東西 或是我們覺得很特別的東西 都會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你不要一直擠我啦 你不要一直擠我啦 我沒有在擠你 你不要擋在這裡 我清理我的東西 啊我在搜這個線啊 搜那個線 你去其他地方搜啊 我要就在這邊搜 這些都放在這裡 你不要一直 故意擠好不好 誰要故意擠你啊 欸奇怪 那個轉接頭咧 轉一圈 看到了啦 剛剛沒看到 不要再擠我了 到底誰在擠誰 放在平面上 它其實就會一直有指紋 如果有人摸的話 掛在牆壁上 就會一直最乾淨 就不要有低能耳 一直去碰就好 你說什麼 就不要有低能耳 一直去碰就好 你家哪裡會有低能耳 你啊 被你氣死 你才是低能耳 你才是低能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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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